在上一期我们讲了美国外交的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 今天我们继续聊聊最后两个阶段 第四个阶段的美国外交 末世外交 冷战胜利之后 美国人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认为是这是一种历史必然性 是狗蛋选中了他们 保佑了他们 打败了苏联这个魔鬼 福山在这期间提出了历史终结论 主导了美国这一阶段的外交 这让美国的外交方向 从冷静睿智数学一般精确的纵横家作风 转向了装神弄鬼的跳打神作风 这次转向对美国来说 是一场可怕的灾难 当小布什冲到伊拉克和阿富汗打仗的时候 美国头牌纵横家凯南说 我就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航海家 站在海边 看一个年轻人航海 却选错了路线 不愧是中国的头牌纵横家 凯南一开始就预言了美国外交转向的不幸和灾难 美国外交的这次迷之转向 根字上还是因为美国的文化启蒙不彻底 保留了大量的装神弄鬼的蒙昧主义文化糟粕 所谓的文化启蒙就是西方人学习中国文化 启蒙自己走向文明社会 持续地学习中国 中学西界 甚至连纵横述这种高深的文化都学走了 但是依然没有彻底消灭基督教本身 这个愚昧透顶的蒙昧主义文化糟粕 甚至可以说美国人的成功 都是因为吸收了中国文化的优秀基因 则都是因为保留了蒙昧主义基督教文化残余造成的 我们来复盘一下 美国打赢冷战真的是狗蛋显灵了吗 显然不是 它是纵横家们理解力量 积累力量 利用力量 用数学般精确的计算 从而才摧毁敌国 和那个根本不存在的狗蛋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呢 因为美国的底层文化就是愚昧的基督教文化 所以他们打了圣仗 就会认为是狗蛋的功劳 代表着恶的一面的魔鬼苏联被消灭了 代表着善的一面的西方人就要进入天堂了 这一刻历史终结了 对应的就是基督教文化中的末日审判 不善的历史终结论 其实就是基督教末日审判的新版本 那末日审判审判谁呢 审判异教徒 把他们打入地狱 谁是异教徒 凡是不信奉基督教的民族 都是异教徒 那穆斯林是异教徒 信奉儒家文化的中国是异教徒 信奉东正教的俄罗斯也是异教徒 美国人认为 他们作为天选民族 他们想审判谁就审判谁 唯独他们自己不接受任何审判 他们是例外者 他们只会不断地从成功走向成功 他们就是善的化身 这并不是什么现代国家 只是一个愚昧透顶的跳大神基督教国家 这种跳大神的国家太可怕了 尤其是当跳大神的国家掌握强大的权力时 那会更加的可怕 在漠视外交思想的指导下 美国先是审判俄罗斯 给俄罗斯制定出来了脱离方案 核心就是摧毁俄罗斯的一切有生力量 进行去工业化操作 让它变成一个资源国 同时让北约不断地蹲扩 企图让俄罗斯第四次坍缩 连俄罗斯的本土都要再次分裂才行 俄罗斯为了顶住这次压力 普京站出来了 俄罗斯终于再次出现了一个新的纵横家 从普京的表现来看 他顶住了俄罗斯的第四次坍缩压力 俄罗斯非常苦恼 说我们这么诚恳地投降 为什么美国还不放过我们 因为在美国的基督教文化中 异教徒等同于魔鬼 魔鬼不在救赎之列 也不在上天堂的羔羊之列 而魔鬼的投降 只能给西方人上天堂加分 而如果缺少了这个魔鬼 不能打扮魔鬼 西方人就是无法上天堂的 而俄罗斯甚至还想加入西方阵营 成为其中的一员 这就更好笑了 魔鬼居然既想被宽恕 又想上天堂 如果魔鬼都没有了 甚至还变成了我们的自己人 我们以后还和谁玩这个游戏呢 西方人的内心系就是这样的 美国人必须要假想出来一个敌人 这是他们基督教文化的内在要求 如果没有了敌人 游戏就玩不下去了 为什么美国不可能彻底接纳中国 为什么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西方的自己人 也是同样的原因 因为在愚昧透顶的基督教文化来看 我们中国人就是他们眼里的异教徒 不下地狱已经是对我们的最大宽恕了 我们居然还想和他们一起上天堂 在他们看来这件事连门都没有 由此可见 中国的那些一厢情愿的投降派 有多么的幼稚可笑 我们中国人必须得回归我们中国的文化 才能理解我们未来的命运 不管中国的纵横家怎么求情 还是挡不住美国开始对中国进行末日审判 台海危机 撞击事件 轰炸中国大使馆 都是对我们的审判 做纵横家一定要有文化 要能深刻理解文化动因 才能理解对方的行为 不然会让很多外交人士难以理解 我都这么乖了 为什么还打我 打我们 是因为我们是异教徒 是因为美国的末世论外交 而不是因为我们表现得乖不乖 我们中国历史上 把这些装神弄鬼的蛮夷 都当做猴子来看 不是没有道理的 他们实在是太愚昧了 他们跳大神还煞有戒士 要上天堂 以及装模作样 搞末日审判的样子 实在是太可笑了 第三个异教徒文明就是中东的伊斯兰 于是美国开启了对中东的新十字军东征战争 在美国的末世外交中 历史终结了 大审判到来了 美国的目标就是要建立基督教文明的大一统世界 而在这场可怕的外交灾难中 所有的异教徒都要下地狱 只是时间上有个先后 美国的力量还不足以让中国 俄罗斯和中东地区一起下地狱 所以这时候 美国的纵横家们又起了作用 和中国地界友好关系 放手去审判俄罗斯和中东 中国入世了 中美又有好了十几年的时间 在美国的末世论外交中 中国被彻底宽恕了吗 并没有 中国被允许和西方人一起上天堂了吗 更没有 美国只是腾不出来手 一并审判中国而已 那些异乡情愿的亲美派 满脑子不切实际的幻想 认为可以和西方人一起上天堂的 最主要的问题还是没文化 果然 中东那边打了个稀巴烂之后 美国调转枪口 腾出手来 接着审判中国了 这就是奥巴马政府开始 针对中国的重返亚太外交政策 美国人在中东打了十几年 异教徒被改造成基督徒了吗 基督教文明一统天下了吗 都没有 穆斯林依然还是穆斯林 俄罗斯的东正教徒 依然还是东正教徒 所以说 美国的末日审判流产了 这件事 亨廷顿早就有断言 千万不要跳大神 外交是门数学一样精确的学问 他讲的就是利益和实力 以及生死存亡 为了杜绝美国人头脑发昏跳大神 亨廷顿宣称 美国文明只是很多文明中的一种 它只是历史的偶然结果 并非被狗蛋选中 它和其他文明之间都是对等的 既不例外 也不特殊 更不普适 美国的成功 是一代代的人的努力奋斗出来的 不是狗蛋恩赐的 综合家凯南也警告美国说 千万不要接触中国人 尤其是禁止商业接触 要对中国保持最大的善意和尊重 因为中国人比美国人更聪明 美国一旦招惹了中国 后面就完全无法控制结果了 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美国人不听凯南劝告 让中国入市和中国进行深度的商业合作 老婆本都赔光了 凯南还说 中国人除了比美国人更聪明 也比美国人更无情 无情就是纵横家才有的天赋 国际政治间只想基于利益和实力上的合作 而不会感情用事 美国外交的第五个阶段 亡国是外交 末世外交流产之后 现在的美国外交已经进入了第五个阶段 亡国是外交 什么是亡国是外交呢 韩非子王中篇有句经文说的特别好 大心而无悔 国乱而自多 不料境内之姿 而意欺临敌者可亡也 这就是亡国是外交 美国的大心是什么呢 还想再统治地球一百年 自己犯的错误也从来不后悔 不总结 不改正 像个孩子一样任性 美国的搏乱是 外交所死 利益固化 产业空心化 资本外流 孪生赤字 矛盾激化 盟友纷纷倒戈 而美国却认为自己还是万人迷 这是多么的自多自满啊 美国的债务规模已经高达20多万亿美元 这样空虚的国力 居然毫不自知 认为自己还很强大 而且还把中国变成敌人 把俄罗斯也变成敌人 把德法也变成敌人 把土耳其也变成敌人 把中东很多国家变成敌人 这就是意气淋敌 韩非子说的这种情况 对照美国看 基本上全重了 这就是亡国之争 有人说 美国现在的外交是重启恶制理论 是新冷战 这个定性是不准确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新冷战是两个国家集团的斗争 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斗争 现在中美之间的斗争并不是这样的模式 而且美国当时的国力是足以对苏联进行遏制的 而现在美国已经失去了这样的国力 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 所以说 新冷战无论是历史背景还是理论上 技术上都是不成立的 中美目前的关系既不是冷战 也不完全是大国竞争关系 因为大国竞争关系 起码要建立在某种规则之上 现在所有的规则都被打破 还怎么好好的竞争呢 目前更确定的定性 就是我们刚好摊上了美国现阶段的亡国式外交 在这个定位之下 我们最好的策略就是加速它的灭亡 而不是维护它 更不是重建复活它 当年毛主席也争取过 通过获得苏联阵营的领导权 来维护住这个力量集团 发现这个方案不成立 主席马上换了另一个方案 选择加速苏联的灭亡 而现在我们也做过争取 答案已经很明显了 美国拒绝让我们控制资本主义阵营 这个力量集团 所以我们要启用新计划新方案 避免美国像苏联那样灭亡 因为没有及时更换阵营 使我们的利益遭到重大损失 而且西方人对现在中国的定性 也不是像苏联那样的魔鬼 而是定性为资本主义体系中的 修正主义国家 这个定性还挺好笑的 用他们基督教文化里面的话语来说 苏联是撒旦 我们则是最后的晚餐里面的犹大 认为中国会出卖西方文明 会背叛资本主义 会出卖美国 会把美国定在文明的十字架上 大概的意味就是这样 既然美国人像看犹大一样的看中国 他们的国家机器 负责手段的为了对付中国而运转起来 各个派系都取得一致的共识 这就不难理解了 在这件事上 连之前水火不容的特朗普和索罗斯 竟然都能取得共识 虽然在我们中国人看来 基督教的故事都是胡说八道瞎编的 都是不真实的无稽之谈 但是在美国人看来 犹大出卖耶稣 导致耶稣被钉死这件事 他们看的比杀父之仇还要严重 他们认为是中国定死了资本主义 都到这个份上了 美国人都疯了 这样的情况下 谈判还怎么谈判 没有利益 也没有了实力的博弈 只剩下无用的情绪 以及资本主义复仇的冲动 所以他们总是毫无信用可言 美国国内的纵横家 已经无法再起到任何作用 因为纵横家的做事方法 就是精确地计算力量和利益 然后把利益和力量的最大化进行锁定 然后输出力量压垮摧毁敌国 而锁定操作最关键的因素就是可信力 美国目前已经无法做出什么承诺与可信的事情 说明这个国家已经被一群狂热的原教旨主义宗教徒所控制 纵横家们已经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 凯南在晚年说 他对美国这个国家感到无比的绝望 如果他能活到现在的话 看到美国的外交走到这种境地 他大概会直接选择自杀 并且凯南对美国的军事选择也充满绝望 在他看来 他的遏制政策被里根矮化成了军备竞赛 他的针对苏联的合纵之策 被里根矮化成了虚无缥缈的 浮夸的新自由主义商业联盟 这都让凯南厌恶至极 在他看来 里根根本不懂纵横术 只是一个演技很好的政治小丑 为什么美国纵横家们会厌恶军事选项呢 因为军事选项一旦启动 就会引发军备竞赛 如果无法彻底消灭敌国 而美国的敌国这么多 显然不可能都消灭光 那么就一定会造成武器的扩散 和此安全感的驱破之下 其他国家对军事科技的狂热追逐 在这种追逐中 美国的军事代差优势 就会非常迅速的消失 其他国家就会赶上来 而美国在全球的军事基地和补给线 都会暴露在无助不在的 敌人尖端武器的覆盖之下 这就会加速美国霸权的灭亡 在美国的纵横家看来 美国要想长久的统治世界 就是要上兵伐谋 其次伐交 一旦选择了战争选项 美国的世界统治权就会加速腐朽 美国没有实力打什么新盟战 也没有实力进行军备竞赛 更没有实力打大国总体战 也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战 美国现在四面出击的亡国是外交 就和项羽灭亡前的绝境一样 到处开战 自己的盟友越来越少 结果引发诸侯和兵围歼的储君 目前的世界局势 就是四面楚歌的楚汉争霸格局 中国是汉 美国是楚 和天下之力粉碎美国霸权 这就是当前中国要做的事 这是地球版的超级合纵 美苏冷战时期的美国 正值它的壮年时期 现在的美国正处在它的暮年时期 如果美国像苏联那样突然崩溃了 大家一定不要感到震惊和意外 美国这种全球性帝国的崩溃 过程上会和苏联类似 我们积蓄越来越大的力量 施加在美国的联盟体系中 然后美国就开始坍缩 从最外围开始坍缩的 是菲律宾土耳其这样的国家 自从我们控制了南海之后 作为美国曾经的势力范围的菲律宾 就已经坍缩了 自从美国打出了叙利亚战争 土耳其这个美国曾经的势力范围 也坍缩了 这都是已经发生的事实 美国印太政策 目标是为了控制印度洋太平洋两洋贸易 而实际上呢 这是对南海失控后的退守政策 印太政策实际上是不可能成立的 两洋也是守不住的 随着压力的增强 美国的第二层坍缩 是整个东北亚和中东的坍缩 以及整个东南亚 包括澳洲在内的坍缩 美国的第三层坍缩 是东欧的坍缩和中欧的坍缩 以及拉丁美洲地区的坍缩 在这一步 中国需要对欧洲的防务进行担保 这是德法轴心 彻底倒戈的心理底牌 因为他们有恐恶症 中国和俄罗斯是盟友 如果要和德法也结盟的话 就是共同的盟友 这就需要中国主导做一个担保 保证联盟内部的成员之间的安全机制和互信机制 为什么会形成德法轴心 因为美国早就做好了撤退计划 A计划是把西欧作为最后的归宿 这个西欧是包含了德国在内的西欧 而德法在长期的和美国的斗争中 他们并不像英国那样彻底放弃了独立性 所以如果美国失去了对欧亚大陆的离岸控制能力 被从欧亚大陆上驱离出去 德法并不太欢迎美国退回欧洲之后 把欧洲大陆作为老巢 为了分化和削弱德法 所以美国这些年一直在闹 包括移民难民以及骚乱 彻底消灭德法的独立性 都是为了给自己坐窝留个退路 如果德法顶住了压力 他们就靠不住了 美国想给自己留个窝 就只能启动B计划 把英国作为最后的依靠 英国脱欧就是美国的B计划 因为即使德法靠不住 起码英国还是靠得住的 而如果英国和德法拧在一起 那英国也不可靠了 所以B计划中 英国就要从欧洲独立出来 那如果德法不但顶住了压力 而且还拉着英国不准走呢 那对美国来说就太糟糕了 最后的窝都没有了 美国的美元资产要想进行信用转换 在他亡国的时候不被轻盈的话 最低要求就是一定要在欧亚大陆上有个窝 尤其是能控制欧洲金融城的窝 如果德法拖住英国不让走 这会毁掉美国的B计划 从最近的局势看 时间越来越紧迫了 美国要开始让英国硬脱欧了 不仅一边让英国硬脱欧 另一边沉淀在香港的资产 也开始向英国转移 而转移不走的资产 则希望中国能给他们做出担保 看看 这哪是什么大国竞争新冷战呢 这就是在安排后市 所以说 一旦定性分析弄错了 定量分析就会越分析越错 美国的第四层坍缩是本土的坍缩 美国和苏联还不太一样 苏联的主体民族俄罗斯人 起码还占着主体人口比例 而美国如果本土坍缩的话 它的主体民族保不住多大的国土 很多白人会逃到北方的加拿大 以及西欧曾经的祖国 美国本土可能很难守得住 对一个顶级的纵横家来说 灭亡一个国家 就像小学数学题一样简单 哪怕它是苏联和美国 美国的外交已经陷入了绝境 如果这个关口美国不理智的选择了军备竞赛 甚至继续发动战争 这就会加速美国的灭亡 枪端武器会在全球范围内彻底失控 彻底的大规模扣散 美国所有的军事基地和补给线都会暴露出来 毫无生存能力 换句话说 如果美国敢打伊朗 这不是伊朗能撑多久的问题 而是美国能撑多久的问题 特朗普说 让美国重新伟大 美国优先 这是另一种论调的美国例外论 难道美国已经落后了吗 已经不伟大了吗 这算是什么伟大的目标呢 听起来就像临死前的安明一样 一个快死的人 他的目标就会很自然的是 想再多活几年 一个快死的霸主 他的目标 很自然的也是 还想再称霸个几年 也只能如此了 回望美国这个国家的历史 他就像一个孩子那样 从十几岁的时候离开家乡 到外面闯世界 到他临终的时候 他只想耗尽最后一点力气 一边回忆着这一生的王室 一边摇摇晃晃的回到故乡 走向他事先挖好的墓地里 他跳下去 躺在了里面 终于安息了 一切就像是一场梦 从英国出发 再回到英国 庄子说 浮生若梦 美国的一切 真的就像一场梦 回家吧 一切都快要结束